大家好,欢迎来到哈拉聊电影 首先要感谢采参国际多媒体 邀约我这个不起眼的小频道参加适应会 当然,感谢归感谢 该吐槽的还是要吐槽 该酸的还是要酸 该赞赏的也是要赞赏 该肯定的当然一定会肯定咯 好啦,废话不多说 我会尽量客观的 今天要跟大家哈拉的电影是 明天我要和昨天的你约会 一目惚れ しました ちょっとね 明天的事 今 南山君 どうして私に この人だっていう直感が 自分の中にあって どうした エミ 私 あなたに隠してることがある なんだこれ あなたの未来が分かるって言ったら どうする もし運命の恋があるとしたら その恋 終わりはないと 今すぐに抱きしめ 本作品改編至日本作家 七月隆文 热卖150万冊的畅销小说 由人气演员 服侍昌泰 小松蔡奈 领弦主演 青春恋爱电影大师 三目笑号 最新导演作品 电影类推 热卖将近20亿日元 哇哦 来势汹汹啊 如果确定要看这部电影的朋友们 以下内容就不用看了 甚至连预告也别看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才可以享受到完整的剧情冲击哦 那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下 要花钱去看 似乎也蛮奇怪的 所以 以下介绍 微雷 因为不雷的情况 真的很难把故事的优点说出来啊 其实 标题以预告片 真的就隐藏非常多的雷点哦 好吧 先从奇怪的片名说起咯 明天的什么什么 要跟昨天的什么什么约会 蛤 毫无逻辑的一句话 但 故事中真的就是这样设定的哦 因为不能点破 所以我就用已释出的资讯 跟大家聊聊吧 首先 明天的我 昨天的你 明天的我是前往未来 昨天的你是往回过去 时间基本上是错开的 但居然可以约会 所以这代表不同时间走的两人会有交汇点 标题后方有一个时钟 可以确定本片卖的奇幻元素是时间 加上标题上有提到 班杰明的奇幻旅程 班杰明是何许人也呢 他是一位逆天的人 出生时是老人的样子 然后越活越年轻 所以聪明的朋友 大概已经猜得到 这是一部有关 时空正向与逆向交错的爱情电影 呃 我应该没爆雷吧 故事简介 就读京都美术大学的南山人寿 啊不是啦 是南山高寿 在看似平常到不行的电车通勤时 遇见了一件钟情的女神 福寿爱美 一个高寿 一个福寿 可惜恋情 为什么只有短短的奇迹30天呢 高寿被爱美 清新脱俗空灵美丽的气质所吸引 没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 擦肩而过的缘分 如果不把握 有可能一辈子都无法相遇了 于是高寿跟着爱美下车 尾随着她的后方 叫住了她 机不可思 上前一个剑步 就跟她告白了 没想到 不但当下没有被当成变态报警处理 反而爱美流下眼泪 与高寿相谈甚欢 并且说好 明天再相见的约定 不知道事情会如此操展开的高寿 兴奋不已 并且透过好友上山的热心协助下 也顺利的让两人交往起来了 一切看似无尽美好的纯纯爱恋 但爱美有时会说出奇怪的话语 也会因为某些情景而激动落泪 高寿一开始不以为意 而爱美也只是解释 她的类线比较发达 没想到直到高寿发现 爱美遗留下来的笔记本中的秘密 才明白 原来两个人之间有神秘的连接 究竟爱美的秘密笔记本内容是什么 这个秘密为什么会冲击到这个恋情 本片号称 看第二遍会哭得比第一遍更痛彻心扉 一开始我还真纳闷 看完之后 我才明白 真的是这样啊 好蓝寿香菇啊 是一部后进很强的电影 所以想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朋友们 一定要自己去电影院中体会一下啰 时间是个有趣的东西 观众知道 我们跟比尔盖茨拥有一样多的东西是什么吗 没错 答案就是时间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有24小时 但要如何运用 该如何把握 就是看个人 而残酷的是 剧中的男女主角时间线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是如何运用这个短短的时间交汇点 相识 相恋 达成共识 在这框架中 如何创造出属于他们之间特殊的相处模式 又该如何创造出专属的浪漫 又会碰上什么只有他们才要去面对的难题呢 这部分就是本故事的看点啰 所以 片中也不乏感人的戏 理解角色的心境后就感受得到 有时必须装作 不知道 有时必须强忍着悲伤 就是不希望对方发现自己的苦衷 算是一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悲剧 让小编我看的是老泪中很久久不能平复啊 分享一个让小编哭得最惨的点就是 他们一开始见面时 哈不懂吧 看完电影后 你们就懂了 那 以时空题材而言 这方面没有探讨的很详细 时间就是一个设定而已 所以剧情丢出来这个东西时 观众有可能稍微搞不太懂 但不要质疑 也不用探讨 因为剧情也没有打算说的太明白 以及关于女主角的背景 与她家人也没有交代 毕竟这不是科幻片 所以要接受这样的特殊设定 才有办法看下去啰 也才能完全融入角色的心境 那 除此之外 故事整个逻辑性还蛮强的 故事前后呼应的点也很多 非常适合情侣去看 看完电影后 相信你会更珍惜你的另一半的 如果你类线比较发达的朋友 记得要带卫生纸哦 好啦 绕来绕去也只会让大家更混乱而已 那 今天的电影推荐就到这里了 我是好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觉得影片不错 可以给我们一个鼓励 如果想来哈拉更多电影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 今晚の君と